總統蔡英文在日前才剛宣布了 國安團隊的佈局 在無代人事交接之際 卻傳出有境外勢力散播假訊息 對臺灣來進行任職作戰 國安局就提出了市警 有自稱是國安人士 在網路和媒體間散播國安局 有違法監聽外交人員和黨政公職的 這項假訊息 陸委會主委邱泰三就呼籲 這種事情容易會引發臺灣民眾的反感 能夠越少越好 總統蔡英文日前才宣布新的國安團隊佈局 但卻傳出各家媒體接獲一份資料 發信人自稱在國安局任職二十二年 指控國安局非法監聽黨政公職 各國駐臺外交人員與學界人士等 前陸委會主委 現任國安局長陳明通也名列其中 不過這份名單內容在用與時序上錯誤擺出 還有簡體轉繁體的錯字 更出現監聽王者的狀況 顯示發文者並非我國人士 國安局對此公開示警 經初步追查假資訊最早在澳門香港論壇發布貼文 並同步假冒東歐人士在推特發文 推測原先想由海外社群轉入臺灣內部不成功 才改由媒體爆料刑事操作 是典型的境外勢力對臺進行認知作戰行為 專家分析此次行為是想透過國際社群 企圖操作臺灣朝野之間的對立 分化與我國理念相同等國家的互信合作 但由於內容及手法粗糙 評估並非由官方發起 而國安局強調目前本案已經進入調查階段 也請國人媒體不要輕信傳播錯誤假訊息 接獲有問題的訊息時可以隨時向相關單位檢舉 臺北報導 祝室 早安局 早安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